小伙儿只身冲进黑帮聚会 疯狂扫射差点剿灭整个棒牌 一个是东京最大的黑帮组织山王会 一个是大阪最大的黑恶势力花联会 两大组织各自雄霸一方 小弟众多生意广泛 经过上期的兴风血雨战争后 山王会具有领导头目的人物全部死掉 只剩下一些虾兵蟹将 影响力大不如从前 沦为花联会的下属单位 花联会一时间成为跨地区大型黑恶势力 那场大战也让花联会进行了改革 之前的老会长年老衰死 新会长由他的女婿野村上位 副会长由西野担任 中天任职会中的重要干部 老会长在位时 西野和中天是帮会的核心人物 很多重要决定他俩都有参与 都属于头脑性正派黑道 而且两个关系侵入兄弟 野村如果不是靠着老会长女婿的关系 咱们也不会轮到他上位 他的身上没有纹身 也没有东郭浩森 并非正派黑道出身 他的出身一直备守争议 在组织中他时常不把西野当回事 开会的时候当着手下面大骂了他 但组织中90%都是西野的亲信 每个月帮派大会前 所有大哥先开小会 向西野汇报最近情况 之后大会上再由西野向会长报告 可见西野在各位大哥中心中的地位 同时西野对野村也不看好 认为西会长没有头脑 完全就是门外汉 更大的原因是他想当会长 野村知道自己在帮派势力很弱 所以故意提拔新人花田上位 此人心狠手辣做事干脸 各种违法的勾当他基本都涉及 多年的发展经营 他的势力不容小事 财大其促很是猖狂 自认为是帮派中的二把手 目前花林会的结构就是这样 当初杀了所有丑人的大友 积居在日韩颇有影响力的张大成们下 暂时待在基州岛做看场 每天的货作就是钓钓鱼 晚上收工查查账什么的 其实就是闲人一个 张大成的势力到上都知道 基本上没有人在他的场子找事 所以最为打手的大友便成了嫌人 直到一个电话再次令他出山 手下打电话说 客户投诉小姐不合作 客户使用暴力殴打了大友的人 而这个人就是花田 他并不知道大友是谁 也不知道扎大成是谁 丝毫不把当地黑道放在眼里 大友看到小姐悲伤 掏出家伙威胁他 要拿出200万日元作为赔偿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花田秒怂 大友第二天会救钱 可他趁着黑夜便逃回了日本 只留下两名手下处理后事 没想到手下直接干掉来赎钱的人 还将尸体抛到海边 张大成知道之后 立马命令手下 千万不要让大友动粗 尽量和平处理 可是大友最讲义气 手下被杀 不报仇他还叫大友吗 不知道事情严重性的花田 还开心的和中天烤肉吃 他不懂事 但中天老摸顺算 他懂 向烤肉店老板打听 才知道惹到了张大成 原先的效益马上消失 惹了张大成就算了 你居然还招惹了大友 招惹张大成可以和平解决 大友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 仇人不死 事不拔休 整个山王会都是他给搞垮的 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中天意识到事情很严重 让花田带着三千万现金 一同牵往刀牵 他们前的谈话 被烤肉店老板全都听到 趁他们没有行动前 将消息告诉张大成 烤肉店老板落魄时 受到张大成的照顾 心存感激 发誓是此要效忠 当然张大成并没有让他这么做 只是口肉店老板一向请愿 由此可见 张大成为人相当可疑 紧接着花田便上门道歉 像张大成这种级别的人物 理应由花林会会长 或者副会长来道歉 中天这种干部等级太刺 拿着三千万就感觉很多 其实不知道张大成富可敌国 钱对他来说就是纸而已 在道上混了这么久 张大成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人 他想看到对方的态度 和中天或花田两个人 以为张大成不懂日语 私下交谈 一条人命价值五百万足以解决 拿着三千万还是给他面子 这番话直接让张大成惹怒 让朝下多拿三千万还给花田 然后立马滚蛋 本来是许道歉的 回家却赚了三千万 连中天都被搞梦 不知该怎么办 看来想要解决 需要会长和西野出面 让花田准备两亿现金 一亿给会长 一亿给西野 并且要砍下手指道歉才可以 西野知道后猜测 张大成的意思 可能是至少带六千万才行 他还是低估了张大成的想法 人家只不过想要个诚恳道歉态度而已 西野当着野村的面 私自带走花田 说他会解决 不必会长挂金 他交代花田 给他一亿 给张大成一亿 他收的钱只是帮花田保管 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拿走 如果他未来成为会长 承诺花田会当二把手 原打算给野村会长一亿 直接忽略掉 西野完全不把会长当做回事 野村也私下找认为亲信开会 抱怨西野越来越猖狂 不如想办法直接搞掉他 在座的各位大佬一致同意 包括西野兄弟中田 他们决定趁着西野和花田道歉 晚上返回时 在路上解决掉他们 让大家认为是张大成做的 栽赃家伙推卸掉责任 到时可以凭借西野被杀当做借口 干掉张大成 吞掉他的地盘 野心已经超出他的实力范围 第二天 西野带着花田亲自道歉 但是等了很久 张大成根本就没有理他 人家正在商谈80亿的地产项目 花田带着一个亿都看不上眼 只是让手下传达 留下三千万足矣 正好张大成之前是给他们的 等于一分钱没有要西野的 双方的纠纷算是了结 他们回去的途中 车队走到荒野 西野手下杀掉了花田的保镖 野村暗杀他的事情 中田告诉了西野 中田知道他们俩谁更狠 西野要求花田装傻 欺骗野村 说西野已经死亡假消息 野村确实比较笨 竟然相信了 命令花田带人暗杀张大成报复 他们在口味店的行动计划 被老板听到 立马通知张大成的手下 再晚一步 张大成很有可能死掉 自己单人被人暗算 大友表示还是愤怒 和手下商量 决定前往日本展开复仇 大友的重新出现 势必会引起一场大战 看戏的山王会也没有闲着 他们不甘心做花林会的手下 正在期待张大成和花林会的决斗 到时候他们山王会便可以东山再起 不过他们只是想想就好了 这几条杂鱼 根本就没有领导力 花林会也不希望山王会坐山观虎斗 强行拉他们入水 中天找到他们下命令 可对方没有丝毫畏惧 口气嚣张 他们之前怕的是西野 如今他死了就没有什么剧位的 逆凡之心一下子就暴露了出来 双方争吵之际 西野突然出现 山王会秒怂 眼神中透露出恐惧 当年山王会可以和花林会平起平坐 如今被削辱成小组织 和花林会的小头目坐一起喝酒 白饭大不如以前 山王会早就记忆狠 趁着大友出山 告知敌人的位置 在下酒吧 大友开枪射杀了小头目 为减侠的战争开启前奏 花林会野村得知大友出手 派人手要铲除掉他 但过于精明大友看出了一点 反杀了要杀他的杀手 西野也约大友见面 告知他是野村下令 按杀杂当成的 请借助大友干掉野村 当天晚上会有一场夜宴 结实花林会大佬都会在 野村也会在 西野的手下会放大友进来 带着武器杀掉野村 他依旧把大友当作傻子 经历过两场大战 大友早已看透 想要不成为别人的工具 枪把子就要握在自己手上 两个人带着M4冲进了会场 对着人群就是扫射 这种局面是西野万万没有想到的 伤亡惨重 花林会多名高层死掉 差点整个组织都被毁灭 可惜的是野村并没有出现 他当晚躲在总部并没有出门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 已经没有任何返回的余地 西野带着人包围了野村 组织的大佬一日同意西野当会长 野村的权力被架空 西野并没有亲手杀掉他 而是交给要报仇的大友 扔到荒郊野外拔个大坑 身体埋下去只露出头 路过的车辆不经意压过去 那个酸爽只有野村会懂 野村死亡 西野带着新的会长 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整旗鼓 祭奠叶叶死掉的手下 同时中田成为二把手 花田成为三把手 为了庆祝 西野安排了小姐陪花田 他还感到很开心 殊不知这是西野的计策 他向大友透露花田的位置 花田杀过大友的手下 他不死 大友是不会把手的 与其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不如直接卖给大友处理掉 大友不会是黑道 杀人技法花样繁多 在花田嘴里塞上炸弹 带着恐惧走向了地狱 大友一系列行动 引起道上的恐慌 山王会再次发生叛别 会长为啥 二把手接替 把罪名扔在大友头上 即便不是大友做的 他也逃脱不了 西野很是救命 他知道只要不动张大成 他们所有的要求 大友都会照做 因为异起 他会杀掉所有的仇人 他现在背负杀害花联会三把手 山王会会长的罪名 他要是张大成的手下 在道上会必须讲理 谁先犯错便已经输了一半 西野正好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要歇张大成给个交代 他知道张大成不会杀死大友 会陷入两难的境地 作为道歉 张大成会满足西野的要求 花联会便可以得到大便宜 势力会扩张 大友也知道 自己一直被人利用 只有张大成把他当作人看 连别时 他找到杀害木村的凶手 第二部中和大友一起复仇的搭档 可以查看上期内容了解 木村的仇也得意报 他现在真正没有了仇人 他只要活着 便是给张大成找麻烦 他很感激张大成的照顾 于是举枪自杀谢罪 电影也到此正式宣告结束 本片作为极恶飞到最终章 以大友的死做了完美的结局 大友一直都是各大组织开战的理由 他不死战争便不会结束 北野武作为暴力美学导演 枪战和黑道演绎得很真实 看得很是过瘾 仔细观看不难发现 北野武想宣传的是黑道没有善终 三部曲中 不管是精打西三老会长 还是下面的小楼楼 没有哪个不是惨死仇人的墙下 黑道中明争暗斗 前一秒是兄弟 下一秒便被吓黑手 江湖中道义荡然无存 或者说一起就是会长这种级别 专门创造出来糊弄手下 让他们死心塌地的卖命 但在会长眼中 一起就是一个幌子 跟手下根本就谈不上 手下永远都是手下 用来挡枪 用来利用 用来背叛的 人心险恶 孰是孰非 分不清黑白 道不清明暗 构建和谐社会 千万不要做违法的勾当 本片是非常值得一看的警示片 亲自看完会有不同的感悟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的话点击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